英国冷冻卡车39人惨案有了新进展 越南官方29日透露 已经向英方提供了14名疑似受害者名单 确认过程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29日报道 一名越南政府发言人称 这14人的名字已经通过英国驻河内大使馆发送给了英方 开始正式确认死者身份 上周末 官方已经收集了家属的头发和指甲样本 用于DNA分析 一些家庭还提供了照片 描述了痣或者症疤的特殊记号 此外 英国警方也向越南政府提供了4人姓名 据信他们已经确认这些人的身份 其中最年轻的受害者的家人表示 他的父母已经在英国 他计划从河境省出发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与他们团聚 越南官员29日还称 两个农村省份 28个越南家庭担心遇难者中有自己的亲人 政府消息人士则说 据报失踪者中有18人来自燕安省 另外10人来自河境省 两个贫困地区相距不到50英里 这些家庭都指出 他们的亲人试图在人贩子的帮助下 非法进入英国 而在10月21日前 还与家里有联系 越南已经为此设立了电话热线 供家人报告失踪人员 英国驻越南大使馆沃德 也与越南官员进行了会面 讨论合作确认受害者身份 同时 20岁疑似受害者家人透露 悲剧发生后 有在法国的人贩子联系他们 承诺将退还1.1万英镑偷渡费中的一部分 对此 专家提出 犯罪团伙很可能利用这一方法 以确保家属不会向警方透露他们的操作细节 目前 所有39人已经从第二玻璃码头转到了 位于切姆斯福德的布鲁姆菲尔德医院 等待正式身份确认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30日报道 40岁罗南和34岁克里斯托弗两兄弟 正因涉嫌过失杀人和贩卖人口被通缉 他们都来自北爱尔兰阿玛 警方认为这两人目前身在北爱尔兰 据了解 修斯兄弟出生于爱尔兰的莫纳亨郡 但在北爱尔兰至少有一个业务地址 警方要求任何知道两兄弟下落的人与警方联系 找到和审问修斯兄弟对我们的调查来说至关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越南家庭 通报自己家人在从欧洲到英国的路途中失踪 受害者中可能有多名越南人的猜测浮出水面 尽管警方还未证实这个消息 西方媒体已经出现大量对越南向欧洲非法移民的调查室报道 一如上周末指责中国时的样子 路透社今天就发了一篇特稿 描述了越南乡间的贫困状况和形形色色的老物输出广告 西方媒体正在传递出这样一种认知 还是因为越南人太穷了 不惜以最冒险的方式前往欧洲 死亡货车事件因此很难避免 这些偷渡客们想要给自己和家人一份更美好的生活 不惜背上巨额债务也要前往发达国家 却不信与命在旅程的最后一路 然而他们即便经历九死一生 成功抵达英国 现实却很可能在到达以后沦为现代奴隶劳工 对于这些人乃至这39人之死 揭露的更广泛的非法移民现象背后 英国和欧洲难道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吗 人口走私之所以久经不绝 很简单 这是一笔暴力生意 而且风险极低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人口走私的总利润 已经高达70亿美元 是个仅次于军火和毒品的大生意 而跟军火和毒品走私比起来 走私人口仅值没有任何风险 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遇到偷渡船 基本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怎么处理这满满一船的偷渡者 对于这种现象 美日电报的记者科林·弗里曼怒骂 在面对人犯子时 欧盟简直一无是处 最重要的是 这些偷渡客们亲近家财 经历九死一生被带到了西方国家 等待他们的命运 很可能是继续被压榨干净最后一丝价值 当初被许诺的 向往的自由幸福生活 变成现实中的奴隶劳工 虽然合法的奴隶制度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 已经消失近两百年了 不过在西方发达国家 实质上的奴隶劳工从未消失 事实上 如果把贩卖奴隶换成人口偷渡 把奴隶包装成劳工或仆人 这个罪恶的产业链 就有了迷惑人的生存空间 连特雷沙梅在担任英国内政大臣都承认 他们的存在 从形势到目的都是奴隶 根据人权组织 自由行走基金会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 2019年 英国至少有13.6万名奴隶劳工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非法偷渡和人口贩卖而来的受害者 2018年 仅英国警方查获的就有7000多奴隶劳工 这一数据比2017年上升三分之一 而且从2012年开始 来自越南的奴隶劳工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亚洲其他国家 以及东欧国家 成为英国奴隶劳工的主要来源地 2018年 英国就有702名来自越南的奴隶劳工 他们大多在妓院 美容院 以及大麻地下农场等场所工作 举个例子 英国街头贩卖的大麻大多来自这些越南黑帮的大麻种植场 阿平13岁时 从越南来到英国 人贩子对他说 到英国当原地能挣大钱 很快就可以帮助家里还亲欠下的高利贷 父亲因为工商事故去世后 阿平挑起了养家的担子 阿平来到英国后 被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仓库里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原地的任务 是照料经过特殊改装的仓库里种植的数百株大麻 如果阿平拒绝做原地 舌头说 他的妈妈会死 他的妹妹双手会被剁掉 事实上 英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国内的现代奴隶制度 2015年3月 英国正式颁布反现代奴隶劳工法案 目的就是为了敦促企业避免雇用非法奴隶劳工 同时承诺保护被压榨的奴隶劳工受害者 根据该法案 贩卖奴隶劳工的人蛇集团主使最高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 然而四年过去了 这部法案在保护奴隶劳工以及打击人蛇集团方面作用实在有限 大多数英国公司根本没有把该法案的实施当成一回事 路透社采访的一名律师表示 四年里 政府根本没有颁布法律实施的指导原则 英国政府只是在利用这部法案去国际上给自己贴金 英国为什么会屡屡发生人口贩卖案件 并有这么多的奴隶劳工 首先 由于英国本地人不愿意从事低层工作和体力劳动 大量工作机会成了哄骗偷渡者的用耳 借助英国的农场 建筑工地 洗车行等体力劳动场所招工 人蛇集团通过诱骗方式将奴隶劳工偷渡到英国 他们通常将英国的工作环境和收入吹得天花乱坠 而一旦偷渡者被其控制 就会失去人身自由 沦为奴隶劳工 其次 在英国贩卖奴隶劳工是一本万利 英国的普通工人工资 与其他国家相较比较高 如果使用奴隶劳工 就可以获得不菲的利润 例如 2013年BBC披露的一宗案件 来自欧洲的奴隶劳工 被舌头安排在一家工厂干了三年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一天的工资只有2.8英镑 而他们的护照和银行账户赚在公投手里 工厂和宿舍外都有监控牵着恶犬看守 由于担心舌头报复和政府收容遣返 被贩卖的劳工通常都不敢主动举报 第三 法律上的困境让人口贩卖组织有恃无恐 虽然每年的10月18日被确立为英国反奴工日 但是反现代奴隶劳工法案 实施的客观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该法案不仅没有及时成恶由组织犯罪集团 反而让鉴别和驱逐非法移民成为主要目的 一些刚被禁锢环境中解救出来的奴隶劳工 很快被转送到非法移民收容所 受害者不能得到帮助 更无法得到赔偿 多方人士反映 对于奴隶劳工受害者的有罪化处理 实际上使得举报和取证变得更加困难 加之在脱欧时期 英国社会仇视移民的氛围日渐明显 对于非法移民的排斥 也使这部法案的实施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最后 鉴于非法移民是世界性现象 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构成了这方面的天然推动力 指责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会有人要离开前往发达国家 是毫无意义的 欧洲国家可以打击人口贩运网络 可以遣返非法移民 但是不能让他们的土地上 反复发生偷渡者集体惨死的悲剧 这是欧洲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推卸的责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或观点 欢迎在下方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